屠龙刀我们没见过 如果不能证明它真正的威力 我们怎么能相信它是真的屠龙刀 所以还把刀抢 殷素素手持屠龙刀战力极其恐怖 这群心怀不轨的江湖人士 根本不是殷素素的对手 殷素素更是有心杀鸡锦猴 挥出一道刀器斩向三大掌门 让三大掌门四分五裂暴体而亡 至此场中无人再敢轻举妄动 殷素素见震慑的目的达到 开始宣布扬刀立威大会的用意 正所谓得屠龙刀者号令天下 如今屠龙刀在他们天鹰教的手上 众人应该听从天鹰教的号令 殷素素的话音刚落 一道霸气人影闪亮登场 来人正是金毛狮王谢逊 他的目的赫然也是屠龙刀 见殷素素不肯给他 丝毫不讲情面动起手来 在导演的安排下 殷素素并未使用屠龙刀对敌 因此在两人争夺间 屠龙刀被踢上了半空 展示出了他的恐怖威力 屠龙刀落地的威力 堪比一颗引爆的炸弹 让一众江湖人士死伤惨重 张翠山瞅准时机渔翁得利 抢先一步夺得了屠龙刀 于代言的伤势和屠龙刀有关 张翠山准备将其带回武当 谢逊拿肯就此善罢甘休 他看出张翠山的身份后 挥出两掌杀死了两人 用场中的武林人士威胁张翠山 若是不交出屠龙刀 他就继续大开杀戒 作为武林正派的张翠山 自是不愿有人为自己而死 只好将屠龙刀交给了谢逊 对付你这种自卑轻刀的侠傻 只有用狠招 还我屠龙宝刀 你的刀 没错 还我 谢逊发出了灵魂拷问 因素素可以抢夺别人的屠龙刀 他谢逊为什么就不可以抢夺他的 弱肉强食天经地义 对得因素素是哑口无言 随后谢逊更是想要杀人灭口 却被张翠山及时阻止 谢逊是个聪明人 他得到屠龙刀的消息若是传出 将会遭到追杀永无宁日 不如直接杀人灭口 再静下心来研究屠龙刀的秘密 你不要以为有宝刀在手 我就会任由你宰割 你这话什么意思 没听过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吗 谢逊见张翠山口气如此之大 瞬间就来了兴致 要和张翠山一掌定胜负 输了的人就得自杀 张翠山答应输了立即自吻 而若是侥幸赢了谢逊 谢逊就要放过场中众人的性命 谢逊自认为必胜无疑 毫不犹豫答应了张翠山 张翠山文言松了口气 若是比武功他当然不是谢逊的对手 可要是比其他的 谢逊就未必能胜过他 只见张翠山抽出兵器来到石壁前 施展起武当剑法的同时 一道道剑气不停斩向石壁 像是在石壁上书写了什么 在一顿花里胡哨的操作后 张翠山来了一个帅气转身 紧接着石壁上的石皮脱落 露出了四行铁化银沟的字句 武林至尊 宝刀屠龙 号令天下 莫敢不从 见到张翠山的书法 谢逊不用比自愿认输 他愿意遵守承诺放过众人 又不想让消息泄露出去 于是想到了一个折中的办法 他出手打晕了张翠山和鹰素素 施展轻功来到了高台上 用出了他的绝技石吼弓 强悍的音波让场中众人痛不欲生 只能靠捂住耳朵来减轻痛苦 画面来到天音教 阴天正接到光明诱使杨潇的铁验令 得知杨潇要前来拜访 猜测杨潇此行的目的 定然也是那屠龙刀 害人之心不可有 防人之心不可无 鹰天正为了确保万无一失 命人布下了重重陷阱 就等着杨潇前来自投罗网 杨潇既然来了就不必藏头所尾 怎么不敢来接我 杨潇 杨潇